男子偶然进入一个聊天室 只要用自己的寿命交换 就可以知道未来即将发生的事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奇幻故事 未来聊天室 阿明是个实打实的网民 这天他在网上发现一个叫做未来聊天室的网页 但是必须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 每聊六秒钟就要花费一天的时间 阿明怀着好奇的心进入了聊天室 只见见面里出现了一个美丽的未来精灵 对着阿明甜甜的微笑起来 阿明瞬间就迷上了他 未来精灵说 他知道未来所有的事 只要在聊天室问他就可以知道答案 这时阿明想起来明天自己要考试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复习 于是问未来精灵明天老师会出什么题 未来精灵将试题告诉给他 虽然阿明半信半疑 但还是死马刀火满意 按照未来精灵说的去复习功课 第二天一拿到考试题 阿明就乐坏了 考题竟然和未来精灵说的一模一样 就这样阿明顺利通过了考试 但是阿明也不禁疑惑 未来精灵怎么知道这些呢 为了验证这不是巧合 阿明打算去问未来精灵更多的问题 但是每聊一次就要花费一天 阿明害怕自己的时间不够用 他问未来精灵自己可以活多大岁数 未来精灵说他可以活到85岁 他现在才21岁 还有60几年可活 于是呢阿明放心大胆的和未来精灵聊天 他问未来精灵当晚的球赛比分如何 未来精灵说科威特3比0大获全胜 阿明来不及听他戏说 立马去球场买了科威特胜 一下子赢回了几万块 尝到了甜头的阿明心里喜滋滋 回来的路上呢又听到几个股民说 今晚的六合彩头等奖有几千万 于是阿明立马回家 问未来精灵明天的六合彩号码是多少 未来精灵告诉了他头奖号码 这时女友打了电话过来 原来今天是女友母亲的生日 女友让他8点钟之前过去参加宴会 然而六合彩截止的时间也是8点钟 现在都7点半了 阿明为了大奖呢只好推多了女友 然而他下楼的时候电梯坏了 等他跑下楼的时候呢又打不到车 眼看着离8点钟只剩下十几分钟 阿明只好靠自己跑到投注点 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终于买到了彩票 中了大奖的阿明自然十分高兴 豪爽的要包下酒吧请客 一个男人当场准备走人 这下阿明不爽了 不让我请客是不是看不起我 阿明随即和男人打了起来 之后俩人双双进了警局 在警局待了一天一夜之后呢 阿明终于被放了出来 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啊 就是去把大奖领了 但是他因为太得瑟 在和朋友炫耀的时候呢 不小心把奖金吊在了地上 当阿明去捡的时候 一辆车奔驰而过 直接将他撞倒在地 目睹这一幕的朋友啊 都被吓得半死 就在他们以为阿明挂掉的时候呢 阿明居然神奇的爬了起来 毫发无损的继续向他们嘚瑟着 他说自己正在走运 不会那么轻易挂掉地 随即他接到了女友打来的电话 阿明又朝女友炫耀 自己中了头奖的事 但是话还没说完呢 就感觉到心口一阵剧痛 随后吐出血来倒在地上 电话那头的女友毫不知情 还在不停地问阿明去哪了 女友已经好几天没看到他了 于是到他房间去找他 发现他的电脑到现在还没关 而且一直停留在 未来聊天室的界面 原来阿明因为赶着去买彩票 离开的时候呢 忘了退出聊天室的界面 他的寿命啊 就这样被未来聊天室给扣光了 所以才会突然倒地死亡 如果你不小心进入这样一个界面 可以用自己的寿命交换未来的消息 那你会想要知道什么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